接下来再增加一张新的工作表 首先因为你记不记得 我们中间就是要放那个各年龄层 所以快速点两下年龄层组 各年龄层组的一个确定病例数 请把确定病例数按到这边 请问一下,刚刚是男生女生 左边是男生,右边是女生 所以在这张图上面 我现在要画的是左边的男生人数 可是这里面是什么?全部 对不对? 好,请问这张图应该可以了解 这张图就是各年龄层的一个确定人数 可是我现在呢 我希望画出来是 左边是男生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把它全部都变成男生的文数 可以吗? 好,那所以写一个简单的函式 那这个简单的函式呢 就为了我要录到影片里面 我就不写白板了 例如说,你想要用table来写男生 好,例如说gender male的那个人数 那它的函数要怎么写 这就是你必须要打这些关键字 那function就是函数 我就会这样子引导你 你看它在这个地方 绝对就会有人去问过这件事 那就请你点它 然后重点它在里面介绍的就是 用一个就是说 它用的是attr 然后gender等于 等于female 好了,那我现在我只要讲 那其实我们这边用的是 我是不是要去加种男生的人数 加种男生确诊人数 请问一下 加种男生确诊 那请问加种 各位应该都知道函数是怎么 然后因为是函数 函数就是左刮符跟右刮符 这就是加种函数 对不对 请问要加种的是什么 那个男生 男生确诊人数 请问从这个地方写到这个地方 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区分是男生用什么函数呢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性别是等于男生 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 性别 这边 这个是不是条件了 这个就是条件 各位条件就只有六种写法 就是等于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那Table里面的不等于你要知道 那就是大于小于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们大概知道说这是一个条件 请问你 当你今天你在用以上的时候 你用条件 你会用哪一个函数 if 对不对 if 所以 这个地方怎么改 那当然就变成 因为它是条件 所以 它会变成改成这个样子 就是if Table里面 if的写法是这样 if 性别 就是符合条件 lan 假设我给它一 其他 给它零 它 它一定要 一辅的话 是不是要两个 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成立的时候 一个就是不成立的时候 这就是成立的时候 这就是不成立的时候 所以 这边 这边要改写 在Table里面 是这样呈现的 好 我们就直接写进去 好 怎么写 你先看 你先看 那这边 这边 直接这个内容 快速点两下 其实 刚刚你看到的 可能就是 那个栏位的名称 可是你看不到 HUA 所以你快速点两下 直接进入编辑模式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往下的选择秒 它叫做什么 在价中编辑 好 来 快速点两下 然后 麻烦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首先先打 那个确诊人数可以删掉了 那个 if if 请直接出入 if 然后空一格 性别 直接打性别 你有没有发现 它变成 它变成 变颜色了 自动变颜色 它侦测到 你的维度里面 有一个东西 叫性别 空一格 空一格 等于 然后 因为是文字 一定要加两铁 所以两铁 然后 难 空一格 然后 难 空一格 then 1 空一格 else 空一格 零 emd 好 我们先看一下 inter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你觉得 它都是 都是什么 通通都是男生 好 在接下来 请问你 我要有男生 请问是不是要有女生 对不对 好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控制 这边就是我要产生 第二个 男 怎么做 产生 女生 在这边 好 最简单的做法 控制 按住 然后 拖曳这一个到右边 直接拖曳到右边 你看 你看 油腰 它是一个 复制 复制 然后放开 放开滑鼠 你就有两个了 对不对 左边 右边 两个 蓝 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这一个 麻烦先把它改成 女生 怎么敢 快速点两下 请把这个 蓝 改成 然后就按 Enter就好了 好 这个就是两个 独立的 两栏 接下来 因为这是独立的 两栏 所以我就可以分别去 修改 它的 做标准 好 接下来 我们再创造一个 再创造一个 就是 零值 零值 的一个 两栏名称 好 属右键 然后 心 那个 就是 就是 这边有一个叫建立 计算 两位 这是我们去创造一个 心的 函数 这个函数叫 零值 零 值 零 里面的内容 通通都是零 因为你要挂在 坐标轴的中间 坐标轴中间 即将在这个地方 确定 这边的坐标轴要转置 既然要转置的话 那这边最中间是不是就变成零 也就是男生他是从零往左边去呈现 这女生是零往右边这样呈现 所以请问最中间 因为我希望最中间放这些内容 所以请把零值搬到这两栏之间 来请按住他拖曳到这个中间 放开 这是三个栏 对不对 其实我到时候 他零值 我希望就是没有那个宽度 他既然在坐标轴上 零本来就是那个 那个半年 我们零值请在这个总和为零值 中间这个栏请点一下它 然后请把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年龄层标记 年龄层的这个群组拖曳到标签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这里面放的内容 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就是要放这个内容 那请问你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去呈现这个标题了 所以滑鼠右键点就是左边这个年龄层群组 请把它显示标题给关掉 滑鼠右键 请问看得出来这是零到四千的坐标轴吗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零希望在这边 然后四千在这边 就是刚好坐标轴整个反转 所以尽量用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第一个边急轴 然后请勾这个倒去 然后就可以关掉了 好像感觉隐隐约约有看到了 就是男生在左边 女生在右边 对不对 他好像各年龄层之间的呈现不太一样 可以吗 好我们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这个标题名称我们先打好 蝴蝶图 或者是你不写蝴蝶图 也应该要写 就是我们可能就写说 性别年龄层确诊人数2 对吧 其实就是左边那一张图的名称 性别年龄层确诊人数 所以我们要试炼了